今次的主題是進位制 例如我有一個號碼 好像畫面上看到的這個 60925 如果我好奇問 究竟當中這個9字 即是這個9字 在這個號碼裡面代表什麼呢? 其實每一個數字 例如這個畫面看到有個五位數 每一個數字我們都可以把它拆開 例如這個六萬多的這個數字 當中的這個五字我們可以把它拆成五乘以一 而第二個位置這個二字 就可以拆成二乘以十 第三這個九字 拆成二乘以一百 然後這個零呢 其實零點要拆的 就是代表零乘以一千 還有第四個位置就是一千 那最後沒有顏色 用回紅色 那這個六呢 拉過來就是六乘以一萬了 那如果把這堆所有的數 然後 計算出來呢 那我們有五 二乘以十 即是二十 二十 然後九乘以一百 即是九百 零乘以一千 即是零 那最後六乘以一萬 那最後六乘以一萬 即是六萬 零色一點 不要緊 那 將這五個數字加起來 就會得到 六萬 零 九百 二十五 那這個數字呢 這個數呢 也就是我們當初 所找到這個數 那回答回我一開始問的那條問題 那九到底代表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看回在這裡 那九呢 是代表九百的意思 因為那九呢 是在這個數字的第三個位置 那它就充值著九百的意思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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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 可以解答到我們以前 一向 都可能有的疑問 的 例如什麼呢 例如 我們以前學過加法 那加法 我們 以前的學法一直都是說 由右手邊看過來 那 第一個位置就是 3 畫著它 3 加這個 4 加1 那就是8 那我們把8寫在這裡 0加2加7 就是9 那 1拉下來 那就是198 那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可以拆的 就好像我們之前剛剛說的那個拆法那樣 例如 103 那這次拆快一點點 就是等於 1乘以 100 加0 乘以10 加3乘以 1 24呢 24呢 就等於 2 乘以10 加4 乘以1 最後 71 就等於 7 乘以10 加1 乘以1 又是啦 將它們全部加起來呢 那這次 由右手邊開始啦 3 加4 加1 那就等於 8乘以1 這個加起來 就等於 9乘以10 1乘以18 最後 將這一串數字加起來呢 那就是我們的答案 198 那用以前的方法 是否不行呢 沒有說 其實沒有說不行 只不過 一直以來都沒有人解釋過給你聽 為什麼我們中間 例如 0加2加7 再加起來 加在一起 那就會得出中間的數字 那其實一直都沒有人說過 這個加法是對的 沒有人解釋過 那其實這個 插法 插完之後 然後我們在下面組合回 那這個就是它背後的原理了 那同樣道理呢 我們都可以解釋 究竟借位的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例如我們老規矩 如果遇到這個42-18 我們先看過位數 那看2-8 那不夠減 那我們要借位 那其實它背後的原理呢 那其實它背後的原理呢 就是說 42 刷開做4乘以10 再加2乘以1 然後18就是說 1乘以10 加8乘以1 那遇到不夠減 那遇到不夠減 2不夠減8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借位了 借位就是把這裡 哇 你有4個10 不如借過來吧 那呢 把這個4乘以10 拆開了兩個 一個呢 就是3乘以10 加1乘以10 那我們不要忘記我們還有這一塊的 那這一塊呢 都寫上來 加2乘以1 那到最後呢 因為我們剛剛借了一個位置之後呢 那1乘以10再加2呢 那這個就會變成12了 最良的就變成1個12乘以1 3乘以10 加12乘以1 那然後拿這個數呢 搞完場大龍鳳之後呢 就拿這個數下來減18了 那大家都是1 12-8夠減啦 那這次就會變成4 然後3乘以10 減1乘以10就剩下2個10了 那最後從右手邊出來的這個答案呢 就會變成24了 那又搞定一台了 然後這個進位法也都可以解釋 究竟 為什麼 我們以前 乘數的人要打斜這樣成的 例如這個93 923乘以4 923乘以4 342 對啦 9436 就37 就37 就372 第一個位呢 就沒問題的 那然後第二個位呢 我們 DMSS就會教大家 把這個93乘以1 那但乘以1的人呢 就要移尾一個位了 那究竟為什麼呢 那又是很簡單啦 我們又用回我們的老規矩了 把下面這個乘數214 拆開它 2乘以18 加1乘以10 加4乘以1 這樣呢 然後我們把93 就每一個都要乘的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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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 93乘以4 就是372 那把這個乘以1拉過來 換個顏色 換個顏色 93乘以1 那又是93 那這次乘以10 然後最後93乘以2 28 186 乘以18 那如果把它用直式表達出來的話 就是這三個數 用直式表達出來的話 那就會變成這樣了 把這個本身紅色的372 就在這裡啦 是不是 然後93呢 你記住這個是乘以10 那其實你就要加930 這個就是0的奧妙在這裡 然後186 要乘以100 那就是 加起來之後就變成18600 18600 這樣呢 這裡有兩個0 在這裡 然後再把所有數加起來 那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樣呢 而由於我們日常首算方便起見呢 在這個例子 在這個例子來說呢 我們平時呢 就會直接乘成 就不會寫這一堆0出來的 在這個例子 那93乘以1呢 那就會把93寫在這裡 而隔了一個空格 然後2乘以2 然後2乘以93呢 由於它是200這個位置 我們也會自動省略後面兩個0這個位置 先把這兩個0畫在這裡 對了 把186寫在這裡 然後我們加起來 就會出到我們所需要的答案 2 7加3是10 然後這個是19 19902 那就是答案了 那呢 這次呢 我們就學了 進位制 怎樣會影響我們 之前學過四則運算的一些 或者可能大家一直都還沒清楚 一些奧妙的地方 那下次我們就會 再講多些其他的進制